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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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可以放很久 很大 美女 有沒有人稱讚我美? 有人說那位婆婆 年輕時都應該很美 婆婆? 沒所謂 今天我們做什麼? 我剛才見你在 反斗城那裡走來走去 都很辛苦 找會寄給誰? 我不辛苦,我和你約了 要送禮物給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OK 講買禮物 講解玩具 我們買玩具給兩個兒子 都很多選擇 沒有選擇 推他進去 他們自己看到 還有我們會選擇什麼 就是 不是很花神的 大仔 就會喜歡 拆家裡的 那些 適當機 總之電器 可以拆 躲起來研究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大仔是否少買些玩具 這樣計嗎? 拆家裡的玩具 已經夠了 好像是的 那時候沒什麼時間陪他 小孩子就容易 小孩子就只買些小小 給他玩 玩就行 TOMICA 那些什麼 火炸盒 那些叫什麼 火炸盒 車仔 給他玩 那時候多少錢? 十多元而已 每次都不同 每次出去都不同款 又買一個 兩個款 便宜 順手又買一架 他又很開心 買一架 他現在都存在一架 整箱 是啊 他每次就玩 我們去新加坡 他拆了出來 鋪了整個地 都是的 這是他性格 他很喜歡車的 他買那些 小孩子車 或者自己 那些學行單車 都玩很久的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很仔細的 但是他好奇心 就沒有大哥 這樣 原來就是說 兩公婆去買 換給幾個小朋友 有時候 就不要在他面前 爭 爭 又得他去選 我幾時教過 我幾時爭 我講一個道理出來 我幾時爭 沒有的 我只是訓練他們 買完東西之後 麥當勞吃東西 沒有其他東西 嘩 慢慢講過 又換他 反抖成麥當勞 沒問題的 是他們童年的會 你可以跟兒子一起玩 是你的福氣 其實兒子可以 爸爸媽媽陪著 不是多和少 不是貴和便宜的問題 而是說 他們的童年生活 是很幸福的 明白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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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